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在了 我现在罗马尼亚首都 富加勒斯特 你在罗马尼亚是不是 你是撤侨了吗 对不对 对 撤侨了已经 那你来分享一下你这个撤侨的过程 好不好 就是整个从基辅测到罗马尼亚的过程是怎么样 你是什么时候走的 大概多久了 好的好的 因为我最近也是比较忙 有点乱 我就想到哪说到哪吧 好吧 因为最近是什么 我们这边开始撤侨 你就是说第一现场 来 对 我们这边第一批撤侨好像是28号还是几号 他说你第一次通知撤侨 当时撤了基辅是两辆大吧 可能 可能撤了有个一百一两百人吧 基辅撤一两百人 别的奥德萨还撤了一点 当时一下通知到了 但是当时一下基辅好不然就慌了 你知道吧 因为撤侨第一批撤在这身上就撤了那么一点 而且基本上都是学生 刚来这边的新生 我们很多常年在这边都没有接到通知 部分人一点点人接到通知 当时一下人就慌了 因为大家都想赶快第一波走 然后当时选择就是 很多人都就开始自己往西边走 就没有通过大使馆 实际上 然后第一次 然后这个事情发生 大家是有心很慌的 然后第二天开始大使馆就开始陆续就开始撤了 我们当时也很痛 要是自己走 还是跟大使馆 当时也很痛 因为身边很多人都自己已经走了 觉得可能大使馆靠不住 或者是自己走更安心一点 自己走会比较安心吗 因为大家都想第一时间赶快跑出去嘛 当时是 因为大使馆只要一开始撤侨 你知道那个氛围就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觉得中国怎么开始撤侨了 是不是有什么内部消息 国内有什么内部消息 马上就要打进来了怎么样 然后实际上人心就会不稳的 当时是 然后当时 然后后面陆续就开始 没想到第二天大使馆陆续每天就三四班车 反正就上午有车 下午也有车 就开始陆续车 我是可能是3月1号 我和我老婆就说 我感觉说这是到底自己走还是跟大使馆 最后我们决定还是跟大使馆比较安全一点 我们就等到3月1号 我们是坐大使馆的车 一块车的 我们那天是有七辆大巴 我们就一块车出来 但是只会撤侨过赶紧车 你们是坐大巴从基辅开车到罗马尼亚 是不是 对 给我印象很深刻 这次 蛮远的 我们的队伍 然后不光是大巴 很多人开着四驾车都跟着我们大巴 你知道吗 很多人要自己开车走 都是中国人吗 还是 对 都是中国人 都是中国人 OK 可能有的中国人带的是他们的伴侣 可能就是本地人也有 嗯 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真的是警车开队我们走的 这是中国走的 当地的 警车开道 对 一路基辅把我们送到边境 我们一路上 因为我们会经过交战区啊 或者那种 很多关卡现在基辅乌克兰 我们全不用排队 全是 可能到旁边逆向车道 我们就整个超过去了 一下队都不用排 嗯 中国的我们这网车桥 对 然后乌克兰人很多都在那排队 你知道吧 或者是 然后一看我们在那一走 别的乌克兰人也是跟着我们中国人的车队 后面就逛一下跟着 然后我们的队伍就很长 全跟着中国的车队在走 哦 当时就很壮观这个景象 实际上给我是很震撼的 当时觉得真的中国很牛逼 就很厉害 你知道吗 嗯 中国真的是 很出色 结果就警车开道就把我们送到了 就是送到摩尔多瓦 那摩尔多瓦那边 摩尔多瓦那边 摩尔多瓦我们也是进去 中国人是没有排队的 嗯 就是没有跟乌克兰人 当地人一块排队 嗯 但中国人一块进去了 嗯 都出送到 然后我们正好是我们是有小孩的 嗯 我们有小孩 然后正好小孩又是先行不用排队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排队 很顺了又通过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以后 然后当地的大使馆 摩尔多瓦住中国 中国住摩尔多瓦大使馆 又开始接应我们 嗯 当时派的大巴 我们又上了大巴 然后当地就 摩尔多瓦的使馆的人也都过来了 对我们帮助也非常的大 我们深刻能感觉到 中国大使馆这次撤侨的这个奴隶 还有真才 我们都感受特别能感受到 反正就一次是 嗯 然后摩尔多瓦 我们就横穿了整个摩尔多瓦 可能坐了一晚上的 可能坐七个小时吧 穿过摩尔多瓦 走到了下面是从罗马尼亚 诶 等一下请问一下 你们为什么不待在摩尔多瓦就好了 要去罗马尼亚 因为摩尔多瓦是个很小的国家 他的接待能力已经不够了 接待能力不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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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了 罗马尼亚说真的 我们那天 罗马尼亚只有五辆大巴 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上车以后 大部分留学生是 没有地方上车的 因为我们抱孩子的先上 嗯嗯 我们有小孩子 很多留学生在那儿 还都要等的 但这个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摩尔多瓦本来就是很小的国家 你到时光已经 已经真的是尽力了 你不可能说你一过去 每个人都能上车立马撤 这是不可能的 嗯嗯嗯 然后摩尔多瓦现在就 整个就撤到罗马尼亚 我们到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当时的大使当地大使馆 我就想说一下 罗马尼亚这次 我们感受 还有很深 就是罗马尼亚这边的 华人商会 这边都非常的处理 因为可能是大使馆 联合罗马尼亚这边的 华人商会 比如说接待我们 可能就是清田商会 非常的好 对我们非常的真诚 嗯 还有各福建的什么 浙江的很多商会 福建的商会 大家共同努力来撤我们家 因为我们 开到罗马尼亚首都以后 有很多人啊 就开始分散了 分散了好像当地各个的 华人商会 就开始各个把 人流和人流 就正面的难民 各个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住 有宾馆的呀 有什么 各个地方去住 然后正好接完 你们找宾馆 对对对 住宾馆 有一段时间好像是 宾馆已经不够了 后面好像就 一个中国的 在当时建设的 好像是一个市场吧 中国大市场 把隔断都打开 就开始让中国人去住 嗯 然后当时接我们 我们就是个清田商会的小哥 我在这边也特别感谢他 就拉着我们一家 就出去住住了 嗯 一路上就非常的热情 小哥对我们 就我们在这遇见的 所有的中国人 对我们帮助的都非常的热情 对 当时小哥都恨得 要给我们给钱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刚过罗马尼亚 我们连钱都没有 我们说我们换一点钱 哦对对对 你懂吗 我说我们拿美金换点钱 小哥说不用不用 你把这个钱 拿着就行了 嗯 那肯定我们是不能收的 我们在那推出还是 就非常热情 就我们感觉 对 拿物资还好 拿钱就怪怪的 嗯 对啊说你给我换可以 对不对 但你千万不要给我给 嗯 但是真的让我们心很暖 你知道吗 给的当时 当时我们 我就能感觉大使馆的 完全的负责任 和这次撤侨 对负责任 真的是能感动到我 还包括就是这次的华人 商会 就是在地的华人商会 对很温暖 对各个有很多商会 我名字可能一下子全说不完 因为我接触到 我没有那么多商会 我能接触到的清田 还有安徽商会 嗯 这两个是能帮助到 还有反正我知道 还有什么天津商会 各个只要在地方 有有中国人商会了 嗯 这在中国人都帮助 非常真的非常的热情 嗯 本来这里面就加了很多群 这几天 嗯 还有很多志愿者 这当地的留学生志愿者 罗马尼亚那边的志愿者 对对对 罗马尼亚那边的志愿者 罗马尼亚那边的志愿者 各个的商会 就帮你安排这边的 来了这边以后 真的能感觉到 祖国的强大和 这是祖国的 不光是祖国 还有我们这边同胞的 帮忙的热情 嗯 我们也非常感谢 嗯 一路上真的很顺 嗯 嗯 所以就 对 那那个 您在这个 从基辅 然后等于是 大巴一路上 开开开开开 开到罗马尼亚 那 对 那你这整个过程 大概几天 或多久 我 你想我是有小孩子 我还算都不能排队 直接就可以先上了 对 我可能都36个小时吧 36个小时多一点 所以 多很久 如果不是有那种 就是像像你们这种 有警车帮你们开到 像我 对像乌克兰人 他们自己开车的 那那那是很很辛苦 你要路关卡 就是从出乌克兰边境 你就可能要排10个小时吧 哇 因为我们一路上我们从 尤其出乌克兰的一路上 我们看有很多乌克兰当年开车在排队 嗯 他不光是在关卡排队 他只要出了基辅 出基辅的时候就在排队 嗯 基辅关卡很严 他得一辆辆检查车 你知道吗 嗯 所以出基辅就是要拍几个小时 你都出不去的 实际上当时我们是觉得 嗯 如果我们是一路绿 但是警车开到的 尽量好多七八辆大巴 和中国人的自家车一块走的 所以你跟着大使馆走 你跟着大使馆走是对的 好险你当时没有自己走 对对对 我们当时就很犹豫 就是当时纠结什么 最后 真的是觉得选择大使馆 是非常正确的一个事情 真的 不然你真的是这一路上 那那你在这个一路上 这么这么长途的这个旅行的过程 你看到路上 你有看到什么 比较令你印象深刻的景象吗 我刚刚给你讲印象深刻的景象就是 有很多乌克兰人就插我们的队 你知道吗 乌克兰人 因为我们大巴都连在一起的 嗯 我们可能就不用排队 从小路这样绕着走 因为我们可能路线安排好了 有的乌克兰人他也不知道路该怎么往西边撤 嗯 因为现在不是有交火区和安全区吗 有的乌克兰人不知道该怎么走 对 看我们车队一下就特别厉害就过去了 他们立马就跟着我们屁股后面走 嗯嗯 我们就能看见后面全是一条新路 我们后面全是车 就跟着我们的车走 这个这个真的很壮观 非常壮观 但是有过很震撼的 真的是 那这一路有经过战场吗 就是有经过打仗的地方吗 我们能看见关卡 但是打仗我是没有见着 我们能看经过很多关卡 就卡点检查社乌克兰的 但是我们都很立马就过去了 嗯 我觉得好险也是你跟着大使馆的车队走 所以大使馆他会知道安全的路线 因为可能有开那种人道路线嘛 所以如果一般人 嗯 你说你说 我们说基辅绕了很多小路 可能当地人都不知道那些小路 是怎么走的 对如果是你自己走 你不知道开到什么路去 那搞不好开到战场去 那就危险了 对不对 那真的是 嗯 当时有很多人他们自己走的 就跑到西边城 什么利沃夫呀 那块地方 他们出镜都排了 可能都很久都出不了镜 然后排队 嗯 但是我们中国人立马开到 就可以立马就不用排队 就到边境了 嗯 就非常的顺真的是 嗯嗯 感觉都是全是绿色通道 不过还是很正啊 嗯 嗯 嗯 那你现在在罗马尼亚 你是住在当地的旅馆 对不对 对我这个旅馆 我们这边好像是个叫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罗马尼亚 是个叫红龙 这边有个红龙 一个超市嘛 老板安排的一个吧 也是当地很有吃力的华人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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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帮助很大 他们帮你安顿 那你个人的这些东西 那有什么安顿 那比如说物资啊或什么 因为可能你说连钱都没有换 还是怎么样 那这些他们都 你暂时要他们 就你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我当时当地下来找完地方 我就自己换了 你可以找别人去换都没问题 但是我们到地方了 我们也自己有能力 我们尽量能不麻烦别人 现在就麻烦 对对对 因为我们对不对 能力范围那我们可以自己换钱 就想不要多麻烦别人 那现在在 那我们的深刻感觉 哦好好好 听说听说 那现在在罗马尼亚那边 那情况就相对来讲 不会很乱吧 应该还蛮稳定的吧 哦不会很乱 现在已经可能陆陆续续 开始撤侨了吧 有包机嘛 不是昨天已经走了两极架了 现在就大家开始要登记核酸 就各个商会 你去找你自己的商会 或者找各个组织去 你也可以个人去 先把核酸凑完 你就可以立马申请飞机 就可以飞走 只要你一坐核酸就能上飞机 那就是这个意思 那那个 嗯 现在讲你个人有什么计划 就是你现在在罗马尼亚 你暂时是安全的了吧 那你已经离开那个险地了 那你个人有什么计划 对 想要回国吗 还是待在那里 目前可能想先休息两天吧 我找有小孩干嘛的 我老婆 对 我老婆她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今天早上还去罗马尼亚医院检查了一下 嗯嗯嗯 今天去罗马尼亚医院检查的时候 医院都不收钱的 我们也要感谢罗马尼亚医院 不收钱 现在就私人医院过去上面 人家写的就是你乌克兰来的 不管国籍乌克兰的这个 算是难民吧 连费用都不收的 我们今天还去检查一下 哇 对对对 这也蛮温暖的 对对对 真的很温暖 我们来真的碰到很多帮助我们的人 我微信里认识了好多这边当地的人 你知道吗 都非常有耐心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问题都能帮我们解答帮助 你知道 就包括我们朋友还介绍罗马尼亚人 因为我们语言罗马尼亚语会 就通过有罗马尼亚人他们帮我们联系的医院 那都是罗马尼亚人 那个 我 那个 就是 您可能就是 我该怎么讲呢 就是说 身为中国人 在此时此刻 应该是比较幸运的 那 但是我想 我想要问就是说 很多 乌克兰人 他 他已经测到罗马尼亚 那你知道 那些乌克兰人 他们是 在哪里安置的吗 或怎么样 现在 这个不好意思 罗马尼亚的我就不太 我就不太知道他们怎么安排的了 嗯 但是但是现在有很多很多乌克兰人都在罗马尼亚 只是 就是好奇他们在那边的处境会怎么样 因为那边 我就好像是知道摩尔多瓦是不是有个体育场 是不是 那也算一个 有啦 有啦 有个体育场 对吧 我看新闻上 都有了 对对 沃尔多瓦跟罗马尼亚波兰 波兰是最多的 波兰是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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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很多朋友在波兰 嗯 波兰在波兰 他们说波兰他们入境以后 不是波兰那边中国大使馆也接他们吗 嗯 中国派的都是中国的 当地住的五官都是接着他们 哦 压的车 嗯 也是很厉害 当地就中国的五官 接着压的车 把他们从 乌克兰边境就接过来了 确保你们安全 说还是个大笑 你知道我听着 哇 真的也是 我撑比赛 嗯 好啦 那那个这个 现在在基辅这个 你现在已经在罗马尼亚了 哈哈哈 要改个逆称了 好 那个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 脱离险境啊 你 对对对 谢谢 你现在知道有 还有你认识的任何人 中国人 或华人还在基辅的吗 我不认识 我没有认识 但是我看群里面 因为我们很多乌克兰的群 说是有时候互换 可能哈尔科夫啊 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小弟 可能还困着 有困被困的 有 还有是不是 对 哈尔科夫 或者是别的 比较偏僻的 哇 还有被困的 嗯 对群里面会喊求救的 嗯 但是这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该 那个地方可能是真的 比较难营救吧 或者怎么样 主要看大使馆怎么操作 哈尔科夫 这个是比较难的 哈尔科夫 嗯 对 他们应该早点走吧 嗯 对 我 这个也是只能 因为很早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很早的时候 大使馆就建议说 哈尔科夫 左边的还先希望 自己我们能先往 这种大城市基辅走 可能他们当时没有走吗 或者是走晚了 就出不去了 他还在哈尔科夫啊 哇 那个真的是 嗯 对 嗯 然后 嗯 我不知道你们看新闻了 前两天可能是30 29号 还叫 不是还说中枪了吗 有个人吧 西边撤走 华人中枪了 对对对对 对 那个他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当时我们群里 他人在群里 当时立马求救手 我们也看见了 嗯 他是走的路线不对 他没有走安全区 嗯 他们是雇的当地人是 他们就是自己走的 他是没有跟大使馆 我前面就跟你说了 嗯 大使馆当时第一步通知说 要撤枪的时候 他们决定 他们的决定可能就是 不跟大使馆走 所以我立马要自己先走 嗯 嗯 因为总有一部分 那么种人觉得 我的决定肯定是最好的 我的消息来源是最快的 你本来也差一点 我肯定要先走 你本来也差一点想要自己走 对我也就差一点走了 对啊 对人总有那种想法是 我自己先关车 觉得大使馆 我要比大使馆快 那一班人他们就先走了 他们肯定顾着当地的司机 当地的司机 可能觉得路 觉得路线没有选好 正好就走到交战区去了 哦 实际上很大的责任 应该就是那个乌克兰当地的司机 没有 我觉得最大的责任是他自己 跟大使馆走就没事了 这种时候 怎么怎么 但是我 因为大使馆不是 大使馆也说过 你大使馆没有强势 你必须跟大使馆 大使馆说也是建议你 你可以自己往西边车 因为可能大使馆确实 人太多压力有大 大使馆有这样的建议 你可以自己去 对 对 你只要安全 大使馆给你公布了路线 你怎么走 怎么走 当时大使馆好像是最希望的 你能起上火 坐火车走 就最安全 对了 是了 是坐火车 不过火车也是很大 对 是 我们当时本来也想起火车 后面最后反正很多选择 最后决定还是跟大使馆走 走完真的这次一点都不后悔 好吧 很安全 总之就是恭喜你 你个人就是脱困了 离开险境了 但是就是 也是希望就是 还受困在 哈尔科夫啊 乌克兰的那些 华人朋友们能够就是 能够 尽快能够叫 还是大使馆看 怎么想办法 能够尽快脱离险境了 尤其在哈尔科夫 我都不敢想象 是是是 真的 对 我也是这样 对好 然后 我还有一点点想说的 你说你说 不好意思 您说 我想说点别的好吗 你说你说 我简话很短 那个 说实话 我呢 我就是也是个自干五吧 就别人说的 小粉红这样子的 我是英语也常年听节目 台湾的很多节目我也听 嗯 我想说说我的心路 心路 一路上过来的这个变化吧 嗯 你说 实际上我在我出国 我是 我出国的时候 可能是多年出国吧 十多年前我出来以后 我也是张白志 嗯 我对很多信息 我也是在国内出国以后 才知道的 嗯 但是我是真的出国以后 通过外面 才能把我培养成一个小粉红 嗯 嗯 我不是说是因为 国内把我培养成小粉红 真的不是这样子的 嗯 国外的媒体 嗯 尤其可能是谢谢台媒 或者谢谢独龙韵 这种 嗯 然后我培养成个小粉红了 嗯 我在乌克兰时候 我碰见上14年的正面的那个 动乱了 嗯 我当时也在 我就在广场那边 我是第一次见这 见到了 哇什么叫民主 你知道吧 嗯 就大家把广场占领了 嗯 然后大家要推翻这个政府 推翻当时领导者 嗯 我当时我想 这就是原来 这就是民主的 嗯 但是我要真正生活在那 我发现那帮人 实际上占领广场的那些人 在我真清醒眼看见 我觉得都不是 都不是一般人 都不是上 就不是平常人吧 嗯 可能都是没有工作的 或者从很偏僻地方来的 没有工作人 我当时他们就说 每天可以在那领饭吃 所以很多人没有饭吃的人去呢 天天挤到一堆人在那去吃饭 还可以每天拿钱 你知道吗 嗯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不可 你把广场占了 当时我们学校在旁边 你都不能上学 学校都关门了 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 地铁也不开了 嗯 其实当时很不厉害 你的民主 就会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 把人的生活影响了 而且你占领广场那些人 根本都感觉是像 午夜游民一样的人在占领 真的 嗯 好 嗯 对 然后我刚才还想说什么 好 没关系 那个就是 我们就这样 就一路上真的是 我觉得 最重要就是你自己现在平安了 最重要就是你自己平安了 是是是是 真的 这是 也感谢祖国这次 比什么都都好好不好 对平安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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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也确实觉得很棒 好 那个非常谢谢你的分享啊 那那个看看之后 如果您还有什么进一步的那 我再欢迎你来call in 好的 谢谢 打算怎么样 然后回国啊 好的好的 都可以分享一下啊 好的 没问题 那谢谢你啊 现在在基辅啊 现在在罗马尼亚了啊 谢谢你啊 好好好 好的好的 谢谢 好的 拜拜 好的 拜拜 好 非常谢谢这个 现在在基辅的这位小哥啦 这个人平安就好 真的是跟我们分享的这一段 这个撤侨的这个经历也是 哇 我说一辈子 也难得遇到一次啊 这个真的是一生难得遇到一次的这个经历 永生难忘 好 来